带你来关心立委 高嘉瑜在内湖服务处外的看板 是遭到一名男子涂抹酱油膏跟番茄酱 那从今天这些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名背着包包的男子 是走到高嘉瑜服务处的侧门开始徘徊 接着拿起手中的番茄酱以及酱油膏开始来涂抹 那整体事件是发生在17号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内湖区的明泉东路六段上 高嘉瑜服务处的注意发现 看板被涂抹是赶紧来报案 可以看到看板上有了污损 警方也不敢大意 当时还带了监视小组来进行财政 那经过警方的调查 嫌犯是一名35岁的前性男子 他平时是居无定所打零工为生 那他落网时自称是高嘉瑜的支持者 那他是从外县市搭车到内湖称是要找高嘉瑜 结果发现服务处没开就动了歪脑筋 还跑去超商拿番茄酱跟酱油膏涂抹在高嘉瑜的看板上 那目前呢高嘉瑜是没有提高回损 不过警方后续还是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来依法裁罚 以上是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